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2013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如同往年一样 再次与越南、柬埔寨、朝鲜等国家一起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特别指出去年中国加紧压制异议人士 自由度不进反退 因此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1月23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独立调查机构自由之家 公布了2013年全球各国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状况的评比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中亚和中东地区加紧压制民主 导致2013年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八年下降 这是自由之家第41期世界自由年度报告 是按照满分1分最差分7分的标准进行评估 中国在政治权利一项得分为最低分7分 公民自由一项的评分为6分 整体自由程度为6.5分 与越南 老挝 柬埔寨 缅甸和朝鲜一同被评为不自由国家 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则被评为部分自由国家 而台湾 韩国 日本 印尼和澳洲都被列为自由国家 这个政治自由当然肯定是最低的嘛 因为的话像杰普寨他们国会上有选举嘛 像中国的话中国的首位人大他就不是选举了 他就是一个任命的嘛 而其他的公民权利这方面的话更不用说了 就点他的先发上规定的公民权利 他的不均落实 机会自由啊言论自由啊 这些都得不到保护 比如就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都是稍费的 据美国之音报道 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指出 2013年亚太地区的中国加紧压制异议人士 自由度不尽反退 报告还批评了中共当局口头高喊反腐败和健全法治 实际却进行打击新公民运动 还推出了恶法扩大网络言论定罪的范围 我觉得新公民运动的群体呢 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公民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以及公民明确的提出最至关重要的反腐方面的合理合法的一个公民行动吧 现在当局在对他们的打压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 是他在滥用法律 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在强奸法律呢 毫无这种公正可言嘛 反腐败的起点就是财产公事嘛 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居然一直都做不到 报告还说原本被看作是积极的改革 也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例如中共当局虽然取消了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可是却对维权反腐上访和宗教活动人士增加了刑事罪名和刑期 或者进行非法拘禁 另外虽然当局宣布允许部分家庭生第二胎 可是侵犯人权的寄生法规和强制堕胎绝育的做法仍然存在 实际上别的说来中共是不可能有改革的 因为他改革意味着他要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中共的话他这样的正确 他就希望一直维持他的权力 他那些事当然是压力所谓的表面上的一种改变 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所访问学者古川还指出 中共当局出台所谓双独家庭生二胎政策 也是因为原本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了中国老龄化危机 而中共利益集团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掠夺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 如果青壮年人口持续减少 大量血汗工厂将难以维系 另外自由之家报告还认为 中国也出现了可喜的亮点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异议人士开始维护自身权益 向司法制度发出挑战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促使少数被拘留的无辜人士重获自由 但维权人士指出 这只能说明中共当局对人权的打压在不断升级 所以才会逼迫更多的民众站出来反抗